约伯传第三十七章 为此我心战律,跳来他的缘位 你们且识听天主的怒哮声,听哪从他口中发出的巨响 他令闪电玄耀天下,使之照射地极 接着是雷声隆隆,那是天主威严之声,他的巨声一响,没有什么能够阻止 天主每以句响施行其事,做出我们莫测的事 他命令说说,落在大地上,对暴雨说,倾盘而降 人人都停止活动,为叫人知道,这是他的作为 野兽徒回动月,饿于自己的窝中 暴风来自南极密宫,严寒出自极北枝地 天主虚气成冰,使大水形成一片 他使魂舞满咸湿气,使闪光穿过乌云 雷电照他的指示旋转,传照他的命令实行于地面 或为情界大地,或为施行恩惠 若伯家,你且则以誓听者是,立着尋思天主的其事 你岂能知道天主怎样发明,怎样使魂中电光闪射 魂怎样浮动,传知者的奇妙化工,你岂能明白 当南风吹起,大地震静时,你的衣服岂不是发暖 你岂能同他展开仓天,使他坚固如铸成的铜镜 我们婚如,不能讲话,请教训我们怎样答复他 我说话时,能给他讲述些什么新事 世人说话后,喜算是告诉他一项新闻 人现金看不见阳光照耀天空,除非等到封过天情 金光来自北方,天主的左右有嫌威可怕的异光 全能者是我们不可接近的,他的能力和正义,高超绝伦,他公义正道,缺不欺压 所以人应敬畏他,但那心中自以为充为的,他却不眷顾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